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称 旧部分观点有关韩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将引发中国反对 进而不利于韩国国家利益的担忧 金泰孝作出如上表述 他表示 印太经济框架旨在以新的经贸热点问题为主 构建新经贸协商机制 而非旨在排斥中国 金泰孝称 考虑到印太经济框架将与中方讨论服务市场 投资促进 市场开放等问题 不该将其视为强国间敌对性的供应链脱钩 报道还称 金泰孝表示 韩方划定199个民间供应链项目进行实时监管 很多项目是与中方交易的项目 因此韩中正就自贸协定的后续谈判进行协调沟通 他还说 韩中自贸后续谈判将争取在工作岗位 服务产业 民间供应链方面提高透明性和可信性 韩方将努力避免相关事宜 与国家安全挂钩 为与中方建立互相尊重关系并扩大双边利益全力以赴 韩联社18日早些时候报道称 韩国政府决定作为初始成员国加入美国筹划的印太经济框架 韩国总统办公室18日消息称 尹熙悦将于24日以视频连线形式 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宣告IPEF成立的峰会 会议将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 旨在宣布有关成立该机制的磋商正式启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印太经济框架 美外交官此前曾做出与韩方不同表态 日本电视台16日报道称 关于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牛尔受访时声称 美方没有预想中国加入的情况 中国不可能参加该框架 此外伊曼牛尔还高调宣称 拜登5月22日访日是对中国的警告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很强大 关于印太经济框架 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小集团 本质是股东印太经济与中国市场脱钩 这种安排不仅将损坏这些经济体的经贸利益 破坏近年来形成的地区贸易自由化良性节奏 对美国自身而言 也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对于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且韩国和日本都有望加入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12日表示 中方认为任何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框架 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增进地区国家间互信与合作 都应体现开放透明包容平等 互尊互信和互利理念 坚持尊重主权 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 不是地缘政治的棋局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宗旨 抵制冷战思维的小圈子 共筑亚太合作的大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